疫情影响百公百业除了有中央规划的纾困4.0方案 高雄市观光局也推出了七大耸听力方案 希望协助民众与观光业者度过这段疫情期间 也稳定观光产业的动能 对我们一些合作的委外厂商来说 其实他们也辛苦了 所以说在这段期间一直到今年的6月30 甚至我们会试疫情的延长 我们可以来减免50%的一个租金 跟它的一个固定权利金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度过这个难关 其中只要您是涉及在高雄市被匡列 必须在本市防疫旅馆居家隔离者 市府也提供了每天500元的补助 而补助上限为7000元 希望能够与民众同心来防疫 被疫调匡列要在我们本市的防疫旅馆来居家隔离的 那这边观光局会提供 我们针对这样的居家隔离者 我们提供会每天补助500元 那上限就以隔离14天的7000元为上限 那另外呢 如果有经济弱势的 他没有办法支付这个防疫旅馆的费用 那我们也会免费的帮他安排在我们的防疫战局所来居家隔离 那这样子可以减轻他的一个负担 另外针对这个防疫旅馆的这个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是第一线工作人员非常辛劳 所以我们这边会每个人每个月发给3000块的一个防疫的津贴 那另外也会安排他们优先来施打疫苗 希望让他们可以有体力的来工作 那同时这个降低这个感染的一个风险 那另外这个在防疫旅馆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配合中央的一个政策 有接待这个居家隔离的本国的市民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每天每日会有1000块钱的一个补贴 另外针对高风险的防疫旅馆员工 市府也提供每个人每月发放3000元的防疫津贴 并且安排优先施打疫苗 希望在疫情期间陪伴着业者与民众平安度过 记者张世民 潘文玉 高雄报道